在江夜故事的最后,其他人物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? 接上集,于莲在断崖上抱着被灌主重伤的大师兄做了很多天。 很多天后,大师兄的伤好了,也变成了个普通人。 如果想要恢复当年的境界,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年,或者永远都没了可能。 现在李漫漫最想做的,是把新世界走上一圈, 看看是不是如老师和小师弟说的那样,还能走回原地。 他知道,作为一个修行者最想要的,是知道更多,体验更多,或许当下到了分别的时刻。 所以他神情温和地看着于莲,说了声师妹,再会,便转身走上了牛车。 他打开老师留下的最后一壶酒浆双蒸,满足地喝了一口,此刻的他满足地不能再满足了, 他甚至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漫漫。 忽然车帘被掀开来,于莲竟也坐了上来。 李漫漫神情威溢,于莲却笑着打趣道,这天也没个盖子,想飞出去就可以飞出去,那这什么急啊。 李漫漫想了想,觉得有道理。 他向于莲讲起自己想游历新世界的打算,于莲有些欣喜,那要很长时间。 李漫漫回复,是啊,老黄现在也老了,可能还要慢些。 于莲回了一句,很好,李漫漫不解,哪里好,于莲含笑不语。 牛车支呀支呀,一路西行,某日路过寒谷关,一名道门以老拦下牛车, 向大先生李漫漫哭诉,贯主已死,西陵灭绝,书院藏书牙洞被毁, 跪求李漫漫为道门留些法门。 李漫漫沉默片刻,准备应其所求著书,于莲却有些不高兴。 因为热海出现了牡丹鱼,再不去,恐怕就被书院那头黑驴吃光抹尽了。 他问李漫漫要写多少卷,李漫漫认真思索后回复,大道三千,三千卷为已。 于莲听后霸气表示,师兄交给我便是。 于莲在书院二十三年间,经读过无数的道门典籍,李漫漫深知奇才,随应远了下来。 于莲看着那位道门以老说道,我说,你记。 老人不敢反对,敢忙拿起笔墨,在旁认真聆听书写起来,道可道,非常道。 故事的最后,姐为夫妻的二师兄君墨与七师姐木佑,也去了很远的地方游历。 谁也不知道君墨的铁剑正在哪里,说着他的道理。 四师兄范月与墨逆之交的六师兄铁匠,在新生世界过上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。 五师兄宋千与八师兄,还是习惯在后山里待着下棋。 九师兄北宫卫央与十师兄西门不惑,依旧喜欢在镜湖畔合奏,因为他们觉得世间根本无人有资格听他们的音律,之因依旧是彼此。 十一师兄王池去了越伦国,听说遇到了花痴鹿陈家,至于有没有发生什么故事,谁都不知。 十二师兄陈皮皮,接替叶青成为了新教教主,携唐小唐和十三门徒将新教传遍了天下。 鱼龙帮帮主炒小树,此前以身藏剑击杀九徒后,得浩天用神力救回性命,但一身修为尽费。 与宁缺在见面时,宁缺在其茶水中偷偷放了一粒通天丸,让其得以能够重新修行。 叶红瑜代表墨珊珊吻别了宁缺后,与墨珊珊一起飞离地球,去探索新世界去了。 这些人都曾随着宁缺一同开天辟地,扭转乾坤,注定会成为后世人类心中的传说。 而桑桑和宁缺隐居在老笔斋,过上了幸福平静的生活。 桑桑问宁缺,这就是你来的那个世界吗? 宁缺说,是。 他之所以这么确定,因为这个世界有月亮。 但这句话却显得很没有道理,不过这不就是书院的风格吗? 桑桑担忧,这个世界的元气正不断向外流散,总归有一天会流失殆尽,问宁缺未来该怎么办。 宁缺望向夜空,说道,我想那时候人们或者都已经离开了这里,人类的征途本来就应该是星辰大海。